看的是南北韩的紧张情势急剧的升高 南韩还在五天的国丧里面 这时候他的邻居却趁着国丧期间 连续周三周四不断的射弹 在这两天里面射了28枚导弹 超过100枚炮弹 其中最引人忧虑的是 他有一枚导弹第一次越界 它落在NLL 就是联合国划定的北方界线以南 那么这么多年来 南北韩都把联合国划定的这个界线 以默许的情况下尊重 但是这一次射弹超过了北方界线 已经非常靠近南韩领海的公海海域 周四早上北韩再连射三弹 其中有一枚南韩观察 疑似是射程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 火星17型洲际飞弹 北韩的挑衅力道已经越来越加大 包括南韩日本都发布了空袭警报 南韩东部的海域航路还一度关闭 影响超过30个航班 而总统尹熙悦紧急中断所有的国舱行程 在昨天甚至赶回总统府的地下碉堡开会 南韩总统尹熙悦连日来 忙着到离泰院罹难者灵堂吊宴 但二号一早却突然中断所有行程 赶回龙山总统府地下碉堡 召开紧急国家安保会议 因为北韩又有新挑衅 北韩从二号早上开始就不断朝周遭海域射弹 其中一枚坠入东海北方界线以南 虽然没有落入南韩领海 但距离南韩树草市仅57公里 距离玉林岛167公里 十个小时之内总共发射25枚导弹 与此同时还朝北方界线 北部海上缓冲区发射100多枚炮弹 让朝前半岛紧张局势大幅升温 玉林岛二号早上紧临大座 部分居民跟着当地工部门人员逃生避难 不少观光客也都鱼记犹存 这是南韩时隔六年九个月发布空袭警报 八个小时之后才通报解除 这回也是北韩自两韩分裂以来 首次针对北方界线以南发射弹道飞弹 实际上与瞄准南韩领土射弹挑衅无异 南韩总统尹齐悦震怒 当天就指示南韩军队寄出反制 南韩军方出动F15KKF16战机 朝北方界线以北海域发射三枚空对地导弹 精准射向与北韩导弹落下地点距离对等的公海 警告意味浓厚 1953年签署停战协议之后 联合国单方面划定北方界线 虽然未获得北韩承认 但多年来被视为两韩非军事区的海上延伸范围 期间从未越界的北韩 这回选在南韩发生离太院事故之后 又发起高强度武力挑衅 显然没把国际制裁放在眼里 3号早上北韩在朝东部海域发射三枚导弹 其中一枚在飞行状态当中 实现弹头推进器分离 南韩军方研判可能是射成 能够覆盖美国本土的火星17型 洲际弹道飞弹 不过从射高和速度来看 没能实现正常飞行 南韩专家认为 北韩就是想要引起国际关注 透过炫耀核武 以永和国的地位 威胁国际社会解除制裁 海北联军动员超过200架军机 正在进行警戒风暴联合空中演习 因应北韩连日挑衅 已经决定延长演习时程 美国也关注北韩近期秘密运送 大量炮弹援助俄罗斯 投入乌克兰战场 虽然北韩国防省始终否认 最终是否成功运抵俄罗斯 也不得而知 不过确定的是 两国之间已经先恢复铁路交流 根据俄罗斯媒体报导 因为疫情中断两年八个月的 超俄货物列车已经复始 首辆列车从俄罗斯滨海出发 车上载的是金正恩最喜爱的 30匹白马 接下来还将运送药物等物资 援助遭到国际制裁的北韩 TVBS新闻综合报道